哈囉,大家好,我是 Kelvin,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 Mathematical Equations 數學方程式 OK,那麼首先大家不要被今天的主題嚇到 我們今天主要講一下常見的一些數學符號 以及他們的相關用法 其實我本人數學也很差,所以大家不用擔心了 我們首先看第一個,加號 加號注意一下我們用 addition 這個詞 addition 表示添加或是增加的意思 那它的動詞形式是 add add 比如說3加1等於4 你可以說 adding 3 to 1 gives 4 那除了用這個詞出來呢,你也可以說 plus plus大家應該比較熟悉對不對 比如說常見的 iphone plus 所以你也可以說 3 plus 1 equals 4 或者最簡單的你可以用 and and 表示和的意思 你也可以說 3 and 1 is 4 No.2 subtraction subtraction 是表示減號或是減把的意思 那它的動詞形式是 subtract 這裡的話我們一般可以用被動的形式 比如說9減6等於3 6 subtracted from 9 is 3 那除了用 subtract 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說 minus minus 大家應該知道 表示負的意思 比如說我們經常說的零下五度 或是零下四度 你就可以說 minus 4 degrees 那這裡的話我們也可以說 9 minus 6 is 或者是 equals 3 OK 第三個 multiplication Multiplication 是名詞表示乘號的意思 那它的動詞形式呢是 multiply 比如說三乘以四等於十二 3 multiplied by 4 makes 12 那除了用這個動詞之外呢 你也可以用 time 這個詞 他們大家都應該熟悉喔 是表示時間的意思 它也可以作為動詞表示乘 所以你可以說 3 times 4 equals 12 OK 那麼4 Division Division 是表示除法的意思 我們知道它的動詞形式是 divide Divide 是表示分開或是分裂 這裡的話我們一般是用被動引態 比如說12除以3等於4 12 divided by 3 equals 4 OK 那麼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常見的幾個符號 等於 equals 大於 greater than 這個應該比較好理解 就是比什麼什麼的更多 那相對的就是比什麼什麼更少 Less than 平方跟 square root 立方跟 cube root 好的 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因為我小貼士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alvin 我們下期有空再會囉 Bye Bye